我們怎麼去得到這些資訊 重點是怎麼沒有線索啊 我們這邊全部都是受害人來的 就會戴著口罩的先生 情緒激動 不斷的對拍賣會人員打罵 資格要有資格啊 受害人才有資格來標啊 請點要在哪裡領號碼 那個各位請往下坐好不好 受害人才有資格來標才對吧 今天的拍賣程序好不好 因為他是被害廠商 日前將貨品賣給台南 是一間連鎖應幼兒用品店 結果對方負責人惡性倒閉 貨款拿不回來 貨品也遭到地檢署查扣 6號上午地檢署舉辦拍賣會 他到現場擴大抗議 十幾百萬在這邊 做不可以這樣子拍賣 那你真的跟廠商人 如果說看決定是名言的話 你們可以去調勾文啊 我們資料都有在這裡啊 之後書記官 剛剛一男子帶到一旁溝通 化解這場頭角衝突 但他人地檢署強調 查扣的貨品 是因為保存期限快到期 會產生減價甚至毀損 對於後續賠償問題 才會首度舉辦拍賣會 換取現金 未來在意判決結果 沒收或是發還 而這一場拍賣會 也吸引上百名的家長 帶著孩子前來挑選 看到哪一個 哪些東西想要的 可能就同學同物啊 或是什麼推測玩具之類的 包金啊 然後營養品這樣 因為寒流來襲天氣冷嗖嗖 現場不認識大人小孩 全身都包得密不透風 還有不小心手媽媽 先拿著目錄做功課 畢竟不景氣 要趁這次拍賣會搶便宜 記得來觀眾我遠方 台南報導